哈囉我是彥婷 今天呢是眾所期待的四寶的介紹 先來一個大挑戰 盲測 我會把我的眼睛遮起來 然後摸著毛說是誰這樣子 沒錯 先盲測之後呢 我們再來一一跟大家介紹我們家四寶 哇 這麼乖巧 這個肚子是黑糖 黑糖毛巾很難認 唯一好認識 你看喔 怎麼抖他都不會叫 他就是黑糖 而且他肚子你摸一下 最大這樣 好的黑糖好棒 你好棒好棒 好 下一隻 在這裡 喔 這麼小一隻 好可愛喔 這個是我們家的老妖 花生 喔 這個是 這麼大一隻的黑糖 你看喔 因為他的肚子他是比較凹陷的 他沒有當那麼大 有沒有 然後他的尾巴也比較細 他剛剛是去玩水水 怎麼尾巴濕的 我不知道 嗯 好 那一圓來去 最後一隻應該就是我們的貓 二小姐 公主對不對 你看叫聲出來了 對 來你來示範一下 搖搖 OK 這樣囉 好啦好啦 媽媽抱 哎呦 麻吉呢 最愛的就是開屁屁 再來另外一個是 他的肚子也是蠻大的 另外一個是 他的毛很好摸 最大的重點怎麼分他呢 就是 成功 這是差不多一個多月大的黑糖跟麻吉 他們是同一胎是姐妹 超萌 那小時候呢很奇怪 黑糖就是吃完自己的飯 然後就搶麻吉的 但是麻吉呢 現在不一樣囉 他會吃光所有人的飯 小時候呢 黑糖麻吉就這樣天天玩在一起 玩的東西呢 都讓人匪夷所思 我想這就是貓吧 而且重點是 我們家的貓咪 都是可以抱在手上睡覺的 應該說這是他們的習慣 從小因為被我抱在手上紅到睡 所以這是他們的一個 入睡儀式 那因為黑糖呢 是虎斑貓 所以他相對的會比較好動 那麻吉呢 就比較公主型 他就是屬於氣質的木嫩公主 王美啦 小時候呢就是這樣子 搖來搖去 搖到大 玩到累的時候 就這樣一起睡覺 不便的就是呢 他們從小到大都是睡在我身上 絕對不會睡在巨人身上 從寵物溝通那裡得知 就是因為巨人會打呼 所以他們覺得很吵 現在呢 黑糖麻吉長大啦 看看是不是變成巨貓 那麻吉呢就是 儘管其他隻已經吃完了 他還是會繼續吃 甚至會把其他隻的飯碗給吃光 另外呢 就是麻吉只要有人拍大腿 他就會跳到誰的大腿上 就要求拍屁股 黑糖呢 就是變成一個淡定的貓咪 他就這樣看著貓咪呢 來來去去 他就是觀察型 他就是社會觀察家 很開心的就是 黑糖麻吉呢 都是屬於很愛撒嬌的貓咪 也不太會咬人 不會抓人 更不太會叫 這是一個龍性吧 我在想 所以呢 我才說他們是天使寶寶來著的 就算我這樣子抱親他們 他們也不會怎麼樣 很棒吧 接下來呢 是我們家老三 育元 來家裡的時候差不多五個多月 那育元呢 剛開始是一個戒心很重 沒有安全感的小孩 所以會到處亂尿尿 甚至會打黑糖麻吉 讓我們非常頭痛 長時間抱抱他 安撫他 同時給他帶費洛蒙象圈之後 現在他穩定超多 可以讓我摸肚子 而且還能讓他爸抱著睡覺 是非常非常大的進步 最棒的是 育元也可以融入家裡 其他隻貓咪 雖然常常他們一起做一些 恩貝爛 非裔所思的事情 但是看著他們和平共處 相處融洽 天天玩在一起 就覺得很幸福 這樣應該分得出來 哪一隻是黑糖 哪一隻是育元了吧 最後呢 是我們家老妖花生 來家裡的時候 差不多兩個多月 是家裡最受寵的小朋友 睡覺前呢 會舔手手 然後開始打叫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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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大家 他要睡覺了這樣 是不是很融化啊 最疼他的應該就是黑糖了 常常抱著他舔毛 而且是舔到非常火熱的那種哦 早上呢 基本上也都是黑糖陪他玩耍 其他隻貓咪都會不見 通常是吃飯去了啦 麻糬通常拿花生梅澤 尤其是晚上 常常呢 被搶走睡點 但儘管麻糬很生氣 但是家裡唯一會陪花生玩玩具的 就是 麻糬 月呢 就是花生睡在哪 他就會躺在哪 很過心吧 另外 只要他老爸在拉屎 花生不管臭 或者是不臭 就是會待在他老爸腳下陪著拉屎 而我呢 就擔當要抱著 哄花生露睡的角色 只能說 花生就是集全家寵愛於一生的孩子 好啦 那這部影片就到 哦 小心 小心黑糖 好啦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然後呢 四寶呢 還是會持續的在IG 又或者是 影片當中不斷的 露出給大家看 沒錯 那之後呢 會不會領養第五隻呢 其實我們都還在思考當中 因為畢竟 你預言現在狀況還不是很穩定 真強 好了好了黑糖你吃好多 讓給妹妹們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真強 好了 哦呦 這樣子 好了 如果想要看四寶更多的生活影片的話 也可以追蹤我的IG 那為什麼我不幫他們創設他們自己的IG呢 因為我不會用 因為我的IG粉絲Youtube其實都是我朋友幫我辦的 然後後續的經營是我 但是我連 怎麼辦的剛開始第一個步驟我都不會 所以 還是追蹤我的IG就好了 對 好啦 那今天就到這裡啦 掰掰 嗚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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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姿的果然不是靈活啊 嗚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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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嗚